投資長美債已經連四天大漲了 台股今天也V轉了 這個是底部確立還是準備要大逃殺啊 是嗎 等一下告訴大家 好的 不過我們的股票真的很強喔 台積電五盤之後 急拉向上 還有長榮今天翻紅上漲超過4%了 還有新日新我們已經獲利16%了 但是投資長真的很想要知道 美債連四天上漲 台股今天也V轉 這個到底是底部確立還是準備要大逃殺啊 全台灣第一個感秀美債對戰單 而且美債買第一天的時候 花了幾千萬 花了七千萬 我每一天都告訴你買點就責責我 如果你不能責責 一定是股市菜鳥 那我會告訴你美債ETF還能不能買 我明確告訴你 重點是台股V轉了 這部行情還會漲上去嗎 先看什麼目標價呢 還有下禮拜有什麼大事情 那你美債再不買來不及 股票再不買來不及呢 還有AI好多的標股今天比較弱勢 怎麼看呢 我從頸線這一條最重要的線 來跟你一一分析這些AI的標股 所有的標股 所有的美債 還有大盤的分析 通通看今天龍奧華街 不看你會後悔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6月5號台股上漲128點 收在21484點 美國職位空缺數降至3年低點 降息希望提升 美股指數多數收漲 台股則是開高走高最高點 來到了21510點 航運股成為今天成盤的要角 萬海中櫃今天攻上漲停板 陽明今天也有半根停板的漲幅 台積電視在5盤之後急拉向上 廣達創意勢心今天皆有表現 後續盤是解析我們找給經濟日報 宣布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比方講座常常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澤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Coco各位投資長大家好 登登登登 台灣股指期今天又拉了 很多人覺得很緊張 你看你們被那條季線啊 甚至月線啊 被騙來騙去有意義嗎 我一直說你如果純粹就技術分析 哇我站在那邊技術分析 我站在這條線我站在缺口就做多 我沒有站在就做空 這個叫廢話式的分析以及形容的話 你很容易賠錢 技術分析本來就有這個問題 會被拔來拔去的 其實這邊就是閉著眼睛去做多 就像每在一樣啊 前幾天上個禮拜還有人問我怎麼辦 欸這四天當然4.4% 我的每在不支不全又賺了600多萬啊 是 真的誇張啊 而且我是台面上喔 我好台面下 我一直暗示你喔 我好台面下喔 買很多喔 是 所以哲哲笑得何不容嘴 你應該也蠻開心 因為你也跟著我買美債嘛 沒錯 沒有分析是像我這樣 那砸個幾千萬砸個7千萬買美債 證明是對的 也買台湾50了 台湾50我賣掉我要叫你不要賣 我說你要不要賣隨便 是不是 我說如果是我不單分析師 我不會賣 對 還少賺3000萬 是的 可是我還是很開心 因為我可以從別的地方再站起來 只有哲哲的特色 一切的一切 預告在前面好不好 你不認識郭哲隆 你不認識哲哲 你一定是股市菜鳥 是的 真的 投資長都是一切的一切 預告在前面 因為昨天台積電股東會之前 投資長就先預告了 想要股東要問台積電 關於拆股的問題 今天兩大報的頭條都在講台積電啦 真的是預告在前 而且昨天投資長還特別講 首件兩個月出現了逆價差 不過頭長告訴我們說大丈夫 真的是大丈夫 因為今天在五盤過後 台積電五盤過後 就是雞拉向上了 真的非常的厲害 還有我們的長榮 真的是被00919 00940所拖累的 今天終於還工到了 今天股價是上漲超過4% 真的是沒有道理運價在漲 股價還沒有跟上的 另外就是我們的新日 新日持續獲利已經獲利16%了 還有我們的世界今天是暫停交易 不過我們是獲利44% 但真的想要問一下同志長 世界之後怎麼看 還有台股接下來會怎麼走呢 來畫面給我 台股接下來會怎麼走很簡單 其實就像我講的 它是會緩步墊高的格局好不好 會緩步墊高的格局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你今天問到世界先進嘛 世界先進它市場推測12寸的 晶圓廠 它前一陣子產能利用率還不到6成不到5成 其實我跟你講這種 你不要產能利用率不到6成不到5成 可能是毛利打6折 不是不是 像這種晶圓代工廠 有時候你說那個 只要毛利率有時候有些產商 你是那個不是毛利率 你那個產能利用率沒有到6成沒有到7成 是反而是賠錢的 你聽懂嗎 所以為什麼台積電真的是台灣之關 你是一直要維持滿載 而且持續的前進 持續的進步 所以晶圓代工為什麼很多產做不出來 因為你產能利用率沒有到很高的情況之下 公司是賠大錢 賠大錢 公司是賠大錢 這是真的 就像其實我講個業界的消息 很多人覺得好像開投顧公司很簡單 很簡單 其實很難 為什麼很難 因為其實你說一兩個人分析師的話 其實很難做到規模經濟 除非你的粉絲多 像哲哲這樣多 不是我要臭美 我是講事實 所以很多公司它是有規模經濟的一個問題 可是你看 世界先進 在之前產能利用率這麼低的情況之下 它還要怎麼樣 12寸金銀廠要建廠要拍板 而且它還要搞到就是說 停板拍板相關的 那你去想一件事 兩件事 第一個這個是利多 代表什麼意思 我沒有蠻載 我產能利用率那麼低 我還敢擴產 代表是看好後市還是看壞後市 看好 不然怎麼敢擴產 看好後市 看好AA相關的運用 好那問題來了 看好後市看好AA相關的運用 會等營收上去的股價才會漲嗎 還是現在先漲 現在就要先漲 第二件事情00919 怎麼樣 也是新增的世界先進 對 本來今天要買的 是不是 就沒 那怎麼辦 那變成明天後天要買多一點 知道嗎 知道答案了沒 所以整整一切一切預告到前面 這種邏輯 很多人喜歡看我前面 是因為我邏輯思考 預告很多的行情 好不好 我一直要跟大家講 技術分析不是不好 只是技術分析它有很多的盲點 盲點 盲點真的盲點好不好 我真的希望同朋友真的是 幫我來幫大家來賺大錢 好不好 好 一樣 為什麼技術分析很多盲點 每次講 你看 你看這季線 你看這邊 這邊 在這邊剛好賣得最低一點 跌破什麼 這是 剛好跌破月線 在這邊很多被掰來掰去 然後看起來 可是月線又有手了 又翻多了 技術分析 如果你才能這樣被掰來掰去 賺不了大錢 如果你要用技術分析我站站基線就追 我不站站基線我就走 然後我幾層資金幾層資金 那投資票 你會這樣的績效 還不如買台灣50 是 你要入股票市場 你有時候就應該壓一把大的 你要借我講這句話 但是我投資票 因為很多人問我說 通常你是不是針對誰不針對誰 我沒有特別針對誰 我整個針對是一個現象 我不會特別針對誰 對 那因為如果你要 我要幾層資金 我一定要站站基線 我才做什麼事情的話 你說老實話 你不如就買台灣50 真的 長期下來台灣50的績效 絕對比你這種技術分析八來八去的 績效好很多 絕對是 我有信心 我以這則的 雄武冠軍 紀錄保持者來告訴你這些東西 那第二個你說 你說 如果 這個情況八來八去 如果你說我要穩健保守 那最穩健保守什麼 美債 美債 投資票你看一下 白花花的銀子600萬有沒有 賺到了 賺到了 600萬 投資票看得到嗎 有 我跟你講我氣死人的錢 長太快 你看 九一九我說我 他好像不想讓我賣 你知道嗎 真的 我那時候賠到只剩10萬 我都 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我大概賺個一二十萬我就走了 或賺個幾萬塊我也想走了 你看我說他沒債 又什麼 我就想沒美債 我都很老實 沒有人像我這樣老實 我跟你講 很多人就要秀對戰單 有些秀對戰單 其實秀對戰單是不合法 還是秀會員對戰單不合法 還是有人秀 可是他們不外乎把對戰單 把什麼 把每一筆績效都算進去 實際上沒筆績效 譬如說我會秀資源我賺60% 他會把資源算成600% 因為他10筆也加啦 這也可以加 然後各種不同等級會員也可以加 照這種算法的話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我資源有賺到大概1000% 我告訴你 是的 我真的不誇張 我真的不誇張 因為我加碼好多筆 我加碼好多筆 可是所以你看到很多人 會秀的戰單 會秀展停板 會秀簡訊 可是不會有一個人 敢願意向郭忠承受這麼大壓力去買這些資金 秀給你看 我是不是說你們為什麼要問我美債 我就不懂就是買啊 而且美債的資金很簡單 你不要去買股票錢 因為你會有認知的落差 因為我跟你講喔 現在美債是很不錯 是不錯 可是你看喔 台灣50這一波是漲5-60%耶 嗯 你不會開心的 可是 如果有沒有生過定存 那不正有啊 如果現在還要降息呢 不好意思 隨便起掉20-30% 是 是不是我說把定存的錢 把活存的錢拿去買美債 你會謝謝我 對 我哪邊對不起大家 沒有 哪有像我這樣分析 我要先跟你收會員 我才跟你講美債嗎 沒有 直接講 嗯 我直接講 這才叫做開大門走大陸的分析師 哲宏不 當然紅啊 頭一秒你看一下 嗯 不是我講的喔 你如果不認識我 你真的是股市菜鳥好不好 你看看啊 誰 來 訂閱人數來 來 嗯 來看一下 喔來來 相信哲的美債就對了有沒有 沒錯 你看 哲哲可以預支CPI嗎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 8月份的CPI會急速下滑 為什麼 禮拜我再跟你講 好 所以你要買美債 怎麼樣 你這一兩個月不買就來不及了 這兩天喔 甚至可能這個月就來不及了 嗯 我跟你講 端午節之前 最晚端午節以後 你就要買了 端午節以後兩天內就要買 為什麼 禮拜五節目跟你講 好 很精彩 請思雅到時候 那個點證圖 還有那個CPI推背圖 禮拜五都夠夠 準備好 我先跟我助理講 OK嗎 OK 好來來 今天1936人 按讚多一點 欸 在上面跟你開玩笑喔 有時候不是為了錢 為了錢工作 我真的不高興哪一天 我怎麼樣 我就不播出來 不播出來 我就給會員看而已 你看有誰 訂閱人數比我們多 30萬 30萬 而且我沒有靠任何的媒體去捧我 沒有 我沒有靠任何媒體 就靠郭哲隆三個字 靠哲哲兩個字 沒錯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一樣啊 你說那是不是哲哲是最紅的 那第二個 我經常想說哲哲紅 你要找紅的分析師 你知道今天 訴發部 有個陳小姐答案給我 陳小姐 數位發展 這個我沒跟你講 我們是什麼 數位發展部 反詐騙工作小組 我怕他詐騙我 你知道我不相信 我上網去查對不對 本部部長為了有效賀止 詐騙人士 貿用殖民人士 進行各類詐騙對不對 對 殘見貿用知名人士的名單 我是屬於殘見的 被貿用知名人士的名單 是啊 他叫我跟他做聯絡 你懂不懂 做聯絡你知道嗎 有下面的表單什麼的 做聯絡你知道嗎 好不好 有沒有聽到 所以你看 訴發部主動聯絡我為什麼 因為他要統計過 我郭哲隆還寄信給我 還答案給我 我郭哲隆是公認的 被詐騙集團 台灣被詐騙集團怎麼樣 被反冒被假冒被詐騙的 數一數二前幾名的投資專家 哇 很紅啊 這本來就紅啊 對啊 隨便的誰有訂閱的搞得比我多 是不是 這個訂閱人數增加 每一次的增加都是慢慢用實力累積的 你聽懂嗎 懂啊 人在座天在看 我就跟你講 你如果是很謹慎保守 你還每次都 我真的不會害你 對啊 我每次講我真的不會害你 就真的不會害你 你知道 以前八千五百二十三點的時候 想那個台詞 天黑請閉眼 天亮親屬錢 我還用那首歌天黑請閉眼 來告訴大家 真的 那時候台灣五十六七塊 今晚一百六十幾塊 多一百塊 百塊 攢兩倍攢三倍了 扣掉鼓勵攢到三倍了 才三四年的時間 連一個台灣五十都可以讓你撞到三倍 你隨便一千萬撞到三千萬 而且重點是風險極低 我現在跟你講 風險是全世界功能最低的 沒錯 美債比你存的銀行現金還低 你放在家裡你還會失火 你懂不懂 有可能我不是詛咒你 我想是風險蠻高的 對 跟美債比 對不起 跟美債比我想是事實 所以你看 美美債債傻 傻傻的隨隨便便的也是賺 你看一下 也可以到8% 8%是因為我有些還沒很高 對不對 是不是你定存要存幾年 存6年 存6年 傻了才把錢放在銀行 我告訴你我再刺激你 這才起漲點而已 傻了才把錢放在銀行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說 開始降息的時候 動輒是20-50% 然後我們會從最後一次升息開始 我們統計從最後一次降息 最後一次降息 升到最後一次開始對不對 對 什麼要升到最後一次升息 去年好像是9月的時候 33塊這邊 去年7-8月好像是最後一次升息 現在離最後一次升息 我們統計時間點 我問你件事 是還差一段距離 有 差一段 有沒有 差這麼大段 差這邊一大段 紅色線 我們統計線是從這邊開始 從這邊開始還有20% 還有20%到50% 所以你在美債 你在33塊錢買下 32塊33塊以下買 都是收分題 這才是真正的收分題 是 然後分析師叫你說 閉著眼睛買美債 而且我說你行情 真的怕 真的怕回膽的 你們不是什麼事都不要做啊 一堆人就大疊的時候 在看我節目 你不是什麼事都不要做 人生最悲哀是 什麼事都不要做 然後虛度的觀音啊 對啊 真的 你怕危險就買美債 你怕危險就買台灣50 你更刺激一點 想要賺大錢 想要更刺激的生活 參加有會員嘛 你很超級刺激 可是風險很高的 參加期貨嘛 參加期貨會員嘛 只是又有期貨牌嘛 對 我在講一件事 那個期貨牌已經 已經考上已經17 18年 分析師也是一樣 好不好 只是抓住每一次的時機轉折 你知道那時候我們當分析師嗎 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 那個電視上的分析師 都開始要有牌 以前都不能有 以前聽說賣菜刀就可以當分析師了 賣菜刀啊 因為我會講話嘛 哲哲那時候看到 年輕氣盛 年輕覺得時間很多 聽到這個新聞覺得 感覺 應該有機會當分析師 不是現在你這樣 你這樣錄個影就可以 然後隨便考上當分析師 那以前那分析師很難考 哲哲就成為第一批了 人家就 人家覺得這麼年輕考上 就可以了 所以哲哲已經 當分析師已經來17 18年了 真不好意思 為什麼要扯這些 好啦不要一直跟你臭屁這些 我剛剛講到什麼東西 錢哥 有沒有印象 蛤 有沒有印象我剛剛講什麼東西 沒有印象就是 美債啊 美債 對對對 剛才跟我講美債 美債來 再看一次 秀那種對戰那 會員對戰那 有些都是假的 我假的是說那種很多行銷方式 你可以把我的報酬放大擴大 那個沒什麼意思 是不是 對 幾筆幾筆都算了 我幾十筆 實在在的這種 你懂不懂 你要第三方公認的 我請問你我帳號都秀出來 哪個 9A9J5095239 你們去問一下永豐版新的 就在佳藥站那隔壁 姜子翠捷運站那隔壁有個佳藥站 誰對面賣到誰對面那邊 就是9A9A帳戶 你去問怎麼造假 不能造假 造假給你一億啦 實在是真的賭啦 有些人在賭那些東西 我好激動 我很生氣 我是因為有些老頭顧 欸我告訴你我這簡訊造假給你錢 如果你是那個簡訊有沒有造假 不知道欸 不知道 因為沒有這個會員 那我這個能造假嗎 不能 不能啦 我有很多人網路上批評我 連我之後都要批評 沒有人 我跟你講 有人還在開玩笑 姜姜 只要用砸針錢就對了 砸針錢就對了 所以我在砸針錢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失敗作品 沒有沒有 沒有一次而且就賺大筆的 是 這跟大家講好不好 美戰你記得一件事 最晚就是禮拜四之前 FOMC還有CPI 到時候會有個大利多好不好 好 這跟大家講 頭上摔本子最帥的 美戰都變正貨利有沒有 是啊 把活存的錢 把定存錢把它去買美戰 哪邊害到你告訴我 沒有 你告訴我 而且我不是讓你賺5% 8%的 我到時候讓你賺40% 50% 活存錢可以變40% 50% 我沒跟妳開玩笑 我沒跟妳開玩笑 有時候把握 我這已經砸針錢看了600萬了 是不是 好不好 今天口號喊了沒 好口號喊喊喊喊 再不買來不解 對 CBI推背圖禮拜五 禮拜五 來禮拜五 債券的債 你去想一件事啦 你們真的 我看 不研究總金的 那個不會賺錢啦 研究總金不講 不講CPL有什麼用 很多人到現在講CPL有什麼用 有誰像我那麼早講 沒有一個人沒有 來來 來來 再不買來不及好不好 好 再不買你的股票再不買來不及 你的債券再不買來不及 好不好 現在買美債 隨時都可以買 欸 我講話是有邏輯藝術的 現在可不可以買美債 我怎麼說 我說我久一久出掉要幹嘛 要買美債 是只要賺錢 因為你們說 因為我助理說 我助理說我不能賠錢 是的 他說你要百戰百勝 我是不代表隨便 所以今天只要919有賺錢 我是馬上換美債 是啊 是不是都可以買 都可以買 好不好 已經聯手恩字譜了是不是 新聞已經出來了 是不是 斯瑤幫我確認一下 看一下新聞 我會準備好 點證圖會推背讀 你洩漏秘密了 斯瑤 這是他嗎 應該是 可是斯瑤好像不姓林 不是 這是同名嗎 怎麼知道我要講點證圖 奇怪 很奇怪 詐騙嗎 沒有 這個你也可以應徵好不好 斯瑤如果哪一天要請假了 可以 偷叫斯瑤 折折的標債 再不買來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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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 趕快 而且我跟你講是你 你不要為了那個 因為公司債是賺1-2% 明天的福利社特別單元 我們製作了一個很精美的報告 告訴你公司債你為了少賺1-2% 降息期間要買的是美債 美國政府債券 我才賺4%而已 賺5% 那個公司債我可以 頭等債我可以賺6-7% 不好 我做個統計就知道 我為了賺1-2%的利息 結果我少賺了好多降息期間的 2-30%的利潤 沒跟你開玩笑 好不好 假斯瑤 這個斯瑤不錯很認真 你怎麼知道我要給你點證圖 咪咪要出來咧 還是我有講 點證圖很重要 剛剛有跟他對話 點證圖很重要 點證圖很重要 所以禮拜五我會告訴你點證圖 好不好 用膝蓋想也知道 直接一買都 常常用我的名言 好不好 明天繼續買 繼續買 再不參加會員錯過很多 對 沒錯 謝謝哲哲我每次賺1-2% 我問你一件事 你還有沒有錢 不要騙我啦 我知道你還有錢 我知道 你不要騙我啦 我就知道你還有錢 你知道為什麼我講 我知道你還有錢的時候 很多人震撼人心 然後變很迷眼 因為你就是還有錢啊 你就是沒有把你阿蝦寶的錢 全部拿去買美債啊 你就是沒有 你不要騙我 萬一生病怎麼辦 扣掉那些萬一生病的錢 你就扣掉 扣掉50萬塊100萬 可不可以 你買美債 美債不能賣嗎 可以啊 你真的缺錢美債不能賣嗎 都可以啊 你已經賺2-30% 都在找理由 所以為什麼我講 我知道你還有錢 這麼震撼人心 變成全台灣的名言 因為我真的還知道 你真的還有錢 我也知道你老婆還有錢 我也知道你媽媽還有錢 有錢 而且買美債 我對得起天地良心 好不好 你看 你是不是 你老婆還有錢對不對 可以買美債 確定是不是 加油 沒有 你老婆不是左右手 開玩笑的 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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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財帳 沒錯 我有些親戚朋友 真的比較熟的 我就用理財帳 我沒有特別建議 因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還得完 基本上你只要穩定的現金 你有穩定的工作 你覺得你不會被fired的 那你用理財帳帳 一個2.5%的利息 去賺一個5%的利息 要不要 去賺5%利美債要不要 要 每年借1000萬 每年活生生的25萬給你 很多人為了買菜或者旅行 省個幾千塊 省個幾百塊就很難過 你錢 無緣故用個理財帳 你就可以生出25萬 然後帶個4000萬的理財帳 無緣故 你就可以100萬了 你們為什麼要那麼辛苦工作 用頭腦工作不是比較好嗎 好 是不是 這跟大家講好不好 年齡還有舊 年齡還有機會 好不好 那還錢3000多 就可以用3000多的理財帳 可以喔 元大美債也不錯 因為我認識元大 都跟阿公 你都沒有講元大了 因為國泰美債的意價比較低 不過現在元大美債 意價也比較低 意價也比較低了 只是沒有國泰美債低 該拋長龍還買長龍嗎 我本來就跟你講兩個不一樣 對不對 年齡一疊 你不然跟你媽借錢 那沒關係賺超多 你用你 還了3000多就可以 就可以用理財帳帶了 是啊 好不好 啊 OK 年齡需要續報 等一下等一下 再賣來不及 趕快給你最後三秒鐘 這波長話 先看兩萬二好不好 好 32元的 30元 30元啦 你們已經錯過了啦 好不好 ETF賣掉換美債 哪個ETF 你要講清楚 台灣50 取決於你風險高不高 好不好 你真的都怕就一半一半 然後第二件事情 你問那麼清楚 哇 這已經變得 我要做一個專家式的引導了 這個要收錢的好不好 要收錢 你不看我問那麼清楚 然後還要整個做免費 整個免費 整個免費多時間 那束發部的小姐答給我 都叫我助理先處理啊 是啊 政府讓他在沼澤 太多人假冒我了 真的 今天我給思瑤的指令就是 這兩天消滅那些詐騙的集團 消滅他們 希望政府我們一起監督 看政府能不能幫我這個忙 我們幫我這個忙 我就要按讚 我很感動 政府三內有幫我處理這個事情 希望如此喔 不是嘴巴說 真的希望如此 我不在反諷 真的有做到我公開表揚 好不好 我會謝謝政府 雖然有點晚了 可是我還是謝謝他 謝謝他 我會謝謝他們 希望趕快來 這跟大家講 來 有做事我就鼓掌 鼓掌給讚 來我也講到 昨天掌上8點51分 是不是有發文 有 我們說 我說來 台積電要掌只要一句話 小股東問劉仁英董事長 台積電有沒有考慮採股 回答有的話就噴了 可是沒有 可是小股東 昨天第一個小股東問什麼問題 就是問什麼 台積電有沒有考慮採股 就問這個問題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粉絲 他很認真 他很尊重 順便問了有沒有要回購股票 像蘋果這樣子 是不是 我去回購就沒意思 因為回購會減少自由現金流量 可是拆股呢 拆股呢 拆股呢 就不影響了 就不影響了 好不好 這6月4號禮拜二的 你看 然後昨天早上 你看 是上午9點 9點之前開股東 9點開股東 對不對 沒錯 8點51分 8點51分 誒 誒 頂色 我有看過台北啊 4點2點3點5點 都看過了 看過了 5 6點的時候感覺就像 那個6點的時候的夕陽一樣 只是倒子轉而已啊 還蠻漂亮的 就這樣子而已 OK 好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外資賣187還是漲 外資房子不要跟你他了 現在內資都比外資有錢多了 好不好 好 平安心 現在外資分析師的薪水比我們 摩爾的分析師薪水低很多啊 也比我們摩爾助理的 還有比助理薪水還低呢 我都不給你誇張 好不好 所以你有志的人 真的想要當分析師的 你願意以高興為主 你願意來這邊 好不好 好 我們公司有一些缺啦 昨天還有人說 有人問說 之前真的不是有人問說 美術嗎 美術現在沒有 設計 設計現在好像沒有缺 你可以印證看看 現在有會計有缺啦 好不好 會計有缺啦 會計有缺啦 薪水不差啦 104寫的 通常會比104再高一點點 底薪差不多4萬多 底薪而已 我們每個月到目前為止 每個月都有獎金 除非是你真的是太初心了 錯誤率太高了 基本上每個人每個月都有獎金 因為我一直賺錢 對 有缺會計你會計可以丟 好不好 會計等員 你可以可以丟 順便就可以知道 真的 嘖嘖都沒有騙人 沒有騙人 一堆年薪千萬的 對 給你看 連那個業務特助都一堆年薪千萬的 好不好 真的講實話 來來來來去跟大家講 剛才講這邊 來你看 好昨天剛才不是講那個文章嗎 對 今天新聞出來 不會踩股有沒有看到 股價還沒那麼高 所以不會踩股 是 不會踩 因為他是不會踩股 因為回購是讓股價更高 不會拆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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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拆 有沒有看到 有 我連劉等益董事長要回答什麼問題 我都知道了 都知道了 8點51分 股東會還沒開始的時候 有沒有 就先預告囉 問劉等益董事長 有沒有口裡拆股 你要找寒水未結凍的啦 你要找訴發部 還在主動聯絡的 因為詐病機場太多人反罵分析師啊 你不找最紅什麼 你告訴我你為什麼買蘋果手機 因為紅啊 最紅啊 因為你不必選擇 對 別的手機 Android CP值很高 你還是買蘋果為什麼 因為他最紅啊 對 因為感覺維修率最低啊 的確維修率最低啊 對 要找哲哲 要 至少是一定的品質保證 哲哲到底有哪一天少錄影 你告訴我 這5年來這10年來 到底有哪一天少錄影 沒有 我在病床上啦 真的是病床上 那是醫院的啊 病床上坦著都錄過影 這很經典 去怎麼樣去騙你啦 這努不努力 不是用嘴巴說的而已 是每天錄給你 誰像我一個月錄100產演講 100產錄影啦 你請你告訴我100產啦 有誰比我多 沒看到 唯一選擇 好不好 除了你的認真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謝謝你 我愛你們 來來 考慮去賣菜刀嗎 你真的在 我覺得一直都不好笑 不尊重我的專業 真的很不尊重我的專業 這個不好笑 現在這樣子就拜拜囉 封鎖 偽創有沒有笑 來看一下 好偽創 把我 當然 我不是說賣菜刀不好 只是 哲哲的專業度非常極高 我覺得不好笑 一點都不幽默 不幽默 來我們看一下 就不行 就一條線 我一樣 支援如果不行 我先跟你講 除非你買也是很高 如果你是買最近 這真的不用緊張 而且這個波動真的沒有什麼波動 你不要因為最近的2%波動 而受影響好不好 就像於這個沒有什麼 這正常波動好不好 除非再次破底 00687B 你記得之前是一堆人在念 還有人留言說 我被你害慘了 我就說 你照我做你會賠錢嗎 不會啊 女女你不是照我做嗎 照你做啊 吃我豆腐吃的可凶的 你賺的 你賺的應該比我更多吧 我賺8% 你應該賺10幾%吧對不對 對 是啊你看啊 欸 他賺10幾%欸 嗯 是不是 所以我看啊 那時候00687B 好緊張 好緊張 連長5天 連長4天 4天長了4.4% 扯不扯 扯 扯啊 很扯 大事要發生了啦 大事要發生了好不好 好 就是跟大家講 好來 所以我們看 萬海我其實 有考慮再買 沒關係 反正我覺得有長榜沒關係 反正長榜是最優的 好不好 長榜你看 還能賣喔 都還能賣喔 賣完以後還會噴喔 好 欸 他昨天量才3000多張 嗯 一天都賣5300了 會不會有壓力 會有壓力啊 六分之一的 數量 所以長榜拉不起來很正常 所以你要買長榜的 你趕快這一兩天明後天就要買 為什麼 919什麼時候生效完畢 禮拜五 禮拜五 所以禮拜五下好離手 我是禮拜五之前 明天後天我早期會買 長榜一樣 因為長榜 要問你一件事喔 長榜再噴出去 會不會再一次再動 陽明光海 會啊 這一次是陽明光海主動吧 下一次可能是被動 所以這被動式的獲利 你要不要跟著我 要 就像一樣 被動式的 哲哲 接哲哲的電話 接我們圓團隊接話 收到我們的簡訊 強迫中獎 強迫獲利 同朋友哇 買了什麼 買了美債也好 買了長榜也好 現在你告訴我這兩個有賠錢嗎 沒有 有賠錢嗎 我每個所有的會員問我 美債現在可不可以買 我會答YES 在電視上也是跟你講 只是會員可能更仔細 你可以買多少資金 你幹嘛去買那些什麼定存保單 是 對不對 那個還多過一手 是不是 你買那些保單的投資 真的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你相信我 你看像我們影響力 第一個影響力 現在美債 台灣最紅的商品就美債 是 第二個 很多人真的是解了寶單來買美債 很多現在保險業的看著節目搖頭 氣死了 都把我們秘密講出來了 是 我們怎麼賺 像很多受險業現在其實現金流很危險 可是我講的是事實 所以你要珍惜我 你要個按讚 要 因為我這樣子得罪很多利益記得者 可是我還是得講事實 我沒有害你們 沒有 你們受險業還是可以買美債 只是現在比較少現金進來而已 沒關係 可是人在座天在看 好不好 人在座天在看 我們來看一下 來 你看今天空單又增加了 今天空單增加2千多百多口 我有沒有說過 現在正常1萬5到1兩萬口口空單很正常 正常的 載機指數 只有我知道 全台灣只有我知道 沒有錯吧 沒錯 你告訴我哪一個老師告訴你 載機指數實施後 然後實施之前就會空單大幅度增加 投資長 一位都沒有 除了我以外一位都沒有 這還叫真正的邏輯聯想力 因為上一次2021年 載機指數一實施的時候 也一樣空單大幅 那時候我就覺得奇怪為什麼 我這次在發現第二次的時候 我就知道答案是什麼 是 因為載機指數一實施 因為台積電佔台股的比重 高達三成以上 高達太重了 一定的比例以後怎麼樣 美系的外資是不能做什麼 做棋子的 不能做棋子才避險 既然不能做棋子避險 我要再怎麼樣 我要在你禁止我避險之前怎麼樣 我先做好避險 那避險怎麼做 當然是先做空單 空單 所以你看到空單很多口 可是空單是假的 所以假之說 他沒有主動性攻擊的意味 聽了嗎 除非你是大跌他才回補 你知道嗎 知道 懂我的邏輯嗎 懂 再不買來不及 來跟大家講 慢慢跟大家 查到 那個世界先進 產能6月才50% 還真慘 50啊 50還敢給你擴展 哇 看得出來他覺得接下來 產量要倍增喔 對不對 我說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喔 那我們剛才說 對 姐姐臭屁剛才期貨 期貨賺錢 期貨簡訊 2007年 2006年的時候考上對不對 考上了 重點是這個啦 來看一下啦 2007年左右啦 好 今天的簡訊 6月5號禮拜三 請低掛21370 進場當中開置期多單 停損點為21290點 停歷點為21450點 80點 80點 不錯吧 一口就16000 十口就16萬了 是不是 那10點22分 那10點22分的時候 一定有 一定有投資朋友或會員 唉唷 姊姊喔 這個都已經過了 10點22分在這邊 這邊啦 欸 折折啦 你看這邊你看一下 跨街跨街喔 在這邊 2022分 這時間最高點給我發什麼簡訊 你為什麼不發作空 我為什麼要發作空 我在這邊幹嘛 在最低點這邊 你看 最過去啊 50嘛 對不對 我們在這邊70左右啊 這邊啊 然後再拉這一步 哇 漂亮 這樣就展100點了 是 我取其中的怎麼樣 80點就 80點 嗯 為什麼我要在這邊 因為在這邊叫摸底 你知道嗎 摸底 這邊叫做警線的一個探測 嗯 懂不懂 嗯 警線的一個探測 確定多走走勢了 拉回做多 嗯 我跟妳講一件事 嗯 就大盤就股票而言 妳用技術分析漏掉了 可是用奇幅分析 來講的話 需要一定的技術分析 嗯 用奇幅操作來講的話 需要一定的技術分析 技術分析的比重要高一點點 哦 要再高一點點 然後去顏色停損滴滴 那股票妳被8在8去 張地線張缺口 8在8去 那真的很容易賠錢 嗯 那真的不如買台灣50就好了 妳要相信我 因為我是全台灣最有資格 哪有人像我這樣砸生錢 砸那麼多 然後給妳看是活生真的獲利 嗯 妳跟我講啊 奇怪為什麼只有我敢修長號 沒有人 欸那個壓力很大欸 很大 超大欸 他們沒有人一個人敢 因為那個壓力都很大 妳要像我一樣 臉皮夠厚 不怕人家笑 而且我的臉皮厚是來自於我的自信 是 那個賺不出來妳懂不懂 不能 妳相信我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一個人敢模仿我這樣子 然後真的給妳修帳號 然後買了當天跟你講 不要事後才修 唉唷 我今天我賺錢了 看到我有修帳號 然後咧 很遜 妳怎麼知道他100筆 是不是才修這一筆 對 我是買了當天跟你講欸 沒有人這樣子 你隔天還可以再模仿欸 還可以再買欸 還可以再買欸對不對 對 這都是一樣喔 這整個技術分析都是有夠格要跟大家講這些東西 來 拉回期望有沒有賺100點 有 真的開心 真的開心 很多股票現在慢慢拉起來了啦 也是一樣啦 來 單從多單妳們看到 停損停利妳們看到 停損停利點 來 然後 唉 思瑤在幹什麼 沒有獲利出場的錢去喔 思瑤妳要 思瑤妳很慘喔 對啊 思瑤不會over 可是等一下我要念他 好啦 那有沒有點到 有點到 是啊 在幹什麼 居然沒有公課簡訊 賺80點妳也很簡單是不是 我助妳覺得賺80點很簡單 所以不需要公課啦 跟著投資長 簡單 21370進場單從多單啦 停利是21450 有沒有80點 你看有沒有80點 21450 這邊哪回檔 10點22分嘛 對 370這邊嘛對不對 對 沒錯 這個370的對吧 沒錯這裡 那這邊是吧 450再對我一下一條線嘛對不對 好 21450 有沒有到 有 有啊 21370 21450都到了 有沒有 這邊我就賺這一段 沒有錯吧 沒錯賺到了 11點有沒有錯吧 10點22分這邊發 賺這一段就夠 這一段是最好賺的 這一段不是最好賺的 這一段叫做你摸底 這段運氣 氣味是這樣子的 你確定他做錯走是要拉回 你懂不懂 或者背離過高的時候做空 可是你看做空 這邊你裝不了多少點 你不如賺這一段 對 因為你賺這一段 你可能會被嘎嘎嘎嘎嘎 有拉嘎 你聽懂嗎 懂 懂我在說什麼嗎 所以今天很恭賀這個簡訊有沒有看到 有 漂亮喔 漂亮啦 還有什麼 長榮念一下 好 6月5號禮拜三 恭喜2603長榮股價最高上漲4%多 準備再創兩年多新高 獲利已經來到14% 手上持股獲利虛包 這是簡訊會員有沒有 簡訊會員 簡訊會員 簡訊沒辦法造假啦 沒有辦法造假 你看我剛才才講說 欸 我剛才講菜刀的 有人變成才酸我了 你看是不是 我說嘎嘎 很多人是要看追嘎嘎 有些人是很奇怪喔 又喜歡嘎嘎又喜歡酸我 何必呢 何必啊 這跟大家講 嘎嘎總是危機入市 0.050跟美債 欸記得喔 那0.050的時候我兩次都買很低 一個六幾塊 一個1269喔 有 就20 就是前年最低點 10月的時候 而且最誇張的是 我真的不是玩無扯 哪個分譯是在最低點的時候跟你講 台灣股市一個月攢1000點 欸我那時候賭1000份雞排欸 沒錯 不是為了10萬塊而已欸 我是為了面子欸 對 我都考慮要去 我的母校政大去發了 後來就 掌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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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時候是CPI啊 嗯 欸你們忘記了 我覺得最屌的 真的不是台灣50 因為台灣50就1000萬很厲害 可是我跟你講喔 哪個股神 股勝也好 也不會跟你講說 欸我一個月內 台灣股市就會攢1000點 不然來賭1000份雞排 不會有人敢賭這東西 一個月內也不可能啊 不可能有人敢賭 除了我以外 我那時候賭一個月賭 散展1000點 對 錢無股人後來者好不好 美債財富都等來 對啊你們發現 對不對 都要等來的對不對 跟著只能充滿存責 謝謝你喔來 今天3000多人了 欸3000人 有熱了 我是不是說這個月行情該熱了 對 欸不錯喔 今天是漲的喔 熱熱熱熱 記得喔5000人的時候 我不會跟你講喔 我只會留言按號來了 那個時候我就會出一些股票 OK OK 就跟你講秘密喔 我愛你們喔 4000人我不會暗示了 因為都已經陌生斷了 都是那群人 害我股票不準了 是啊 所以你不要平常不愛哲哲 最後才愛哲哲 那我不管你 OK 來長榮有沒有講 一樣喔 長榮 哲哲怎麼樣 做這個字卡 為什麼大家印象很深刻 時進時出 帶著我們的coco 是 那時候我的字卡 之前主持人 前主持人 現在換成你啦 沒錯 這張字卡有沒有非常經典 有 為什麼 因為我是經濟日報公認的 來來來 這是我沒錯吧 沒錯 我 金像店東探生 那是之前的 重點是這邊 是 我 郭子王是怎麼樣 目前是摩爾投股投資長 曾多次參加本報台股擂台賽 其中2021年第二季單季重壓航運股 全季報酬率超過188% 創本報擂台賽歷史新高 歷史新高 你這個語氣要重一點 歷史新高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現在也是後無來者 對 已經過幾年了 因為很簡單 188% 而且他們那個績效都用加的 我不是說有人外面秀對戰單都加的嗎 我累積我賺了500%也可以加 我跟你講全股比賽是這樣子 我選了10%股票 10%股票都展停版多少 10% 10% 可是有些老師秀對戰單 他秀什麼 欸 10%股票都展停版 100%啊 蛤 這不算的 他是告訴你我一筆不漏 哪是這樣算法 我也算佩服 對啊 這都是一種話術 是 我講的是事實 你可以來糾正我 那我在常常選股比賽我該死嗎 10%股票才10%股票 那常常五登獎 選五檔股票 五檔股票都展停版 還是幾% 還是10% 對 五檔股票五個股票展停版 五登獎 登登登登登 像很多老師講五登獎 其實是我先講的 那這我梗 我還說我是神登 嗯 我有算到很多梗 對 五檔股票都 都展停版還是10% 所以188%很誇張 很誇張 我是像他們人家在 我什麼10檔股票 10個股票展停版 然後是賺100% 不是欸 10檔股票10個展停版 才只有10% 所以我是航運股 真的很誇張 所以你有航運股 你一定要來找我 你想做航運股這一波 你在航運股跌倒了 站起來你一定要來找我 因為我航運股我也跌倒 後來我就是好像連續7把 還是8把都在賺錢 下跌的時候 可是我跟你講我是很實在 我跟你講 陽明來看一下 我可以講 會員都可以來見證 這一波我賺大 從10幾塊開始做 到200多塊300多塊 在萬海這邊對不對 那這邊跌的時候 我還是有 最後不得不停損對不對 對 然後在這邊的時候 來回有做價差 一次兩次就是做多 好像有做多 好像有做空 也有賺了好幾滴 來回做價差站坐站坐 欸都是來回做價差 你聽懂嗎 懂 所以我真的是時進時出 郭哲隆 所以你有航運股 你一定要來找我好不好 好 這個運價就是要展 這個運價在8月之前 都是很安全 8月以後就不要 所以你看哪有人笑 是告訴你時間走 欸你看到每天都展停房 我問你啦 我昨天不是有破解嗎 欸我很簡單 黃德馨講什麼股票 我就送個20檔 然後今天來個16檔展停 哇好像我都有一樣 明天有6檔繼續展停 然後呢 今天很多股票跌啊 對啊 我全部都買就可以啦 我幹嘛這樣子 我要的是你做大的 賺大的行情好不好 要 賺大的行情 那剛才有人問到尾串 來看一下 尾串這邊因為真的 919的這個 好像919的T組嘛 939的T組 賣壓比較重一點點 可是我講過一件事 如果 尾串有件事可以確定啊 90塊再破 不要再碰了 這邊 這是第一波啦 這邊再碰也不行 100在100 這邊最低點 108這邊不能破 108 不能破 108破的話 我跟你講 三天都沒有賺回去 尾串你也不要買了 真的 那就是我只要 我只要犧牲他 我可能要走 思想你要記得跟我講這件事情 我說真的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尾串 有些還是在賺錢中 可是108塊真的不能走 因為這個僅限太大了 這僅限太多K仙了 你等於是從今年1月以來 1月中旬以來的買盤 全部被套牢了 很難救起來了 好不好 好 那個要花時間 花什麼時間 你看殘榮就知道 殘榮之前是不是 殘榮是不是 你看他是整理多久 足足整理的半年有沒有看到 半年 才噴出去 這種 這種行情下殺的過程有沒有看到 看殘榮不準 因為他有儲權 他有那個減肢過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從120開始跌 200開始跌有沒有看到 有開始跌 這邊一跌跌跌有沒有看到 跌跌有沒有看到 跌跌有沒有看到 你看跌啊 你看整理過後有沒有看到 有這邊 是大跌 大跌的話整理多久 足足整理了 快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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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還在跌 還在跌怎麼辦 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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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足一年多 彈起來了 再以為要破底了 還噴出去 所以你這種 這種破掉頸線 那種空頭走勢 你一定要整理 有時候整理三到六個月 甚至一年以上 才有機會反彈 才有機會 所以我算不能這樣破 好不好 幾分了 結論今天再告訴你 實在真正技術分析 不是說我看記憲 我看 你看記憲 看技術分析 看缺口 你真的還不如看頸線 比較實在 就是 就是這個 這個行情 這個區域的最低點 真的比較好 你相信我 好 這個比季線 比月線準十倍 你聽得懂嗎 只是月線季線的好處 是空頭的時候 他怎麼講都對 因為一定跌破月線跟季線 對啊 那時候已經屬於四歐花了 嗯 你懂嗎 空頭的時候一定是跌破季線 對 一定跌破月線 你聽得懂嗎 可是多頭的時候你看 季線月線就常常被拔來拔去 是啊 所以那個叫做若有事無的解法 不應該 可是我跟你講 記憶分析是這樣子的 現在幾分呢 在這邊的頸線 這邊的K線全部套牢了 這條最低點跌 你不應該跌破 不然有一點風險 好 好不好 我希望你真的把握住 不論對我做我一切一切 遇到前面 我是真的很開心 我是真的很開心 去想看看哪個分析師 期貨 可以讓你一天就讓你賺80點 掌握到 真的掌握到好不好 還有殘龍 有沒有看到 有 新日新日昨天的 還是有機會再漲 好不好 已經賺16% 殘龍賺14%以上 這是最新一波的 所以不論對我殘龍陽明 望海賓 望海賺展平 不論對我做一切一切 遇到前面 其實我也賺錢 台積電 股東會 搞得像法壽會一樣 粉絲們 股東第一件事 就是問會不會拆股 而我完全意中 我都已經知道 怎麼樣 台積電董事長 要被迫回答什麼問題 你不覺得很誇張嗎 很誇張 你要找有影響力分析師 找訴發部 訴發部的 反詐騙部的 要找我 親自來找我說 哲哲真的太有名 太多人模仿你了 你要找就找最 最紅的分析師 好不好 太多人假冒 你要找最紅的分析師 最多人假冒的分析師 你不找第一名分析師 你要找誰呢 如果你真的想要再複製這樣績效 你看我今天每載賺600多萬 你真的要複製這樣績效 我歡迎來電洽訊 0800668085 或加我LINE私訊我 我忠心希望你能跟我一起來 賺大錢 一切一切 哲哲 遇到前面 史上最大的大多頭寒情 你再錯過 你會後悔一輩子 謝謝各位 要找就要找 寒水會結凍的分析師 史上最大的多頭來臨了 你再等下去的話 就真的要錯過了 趕快加我們行列電話撥打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都是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頭顧 0800668085